如果沒有出家的話 他就會當轉輪聖王 那這時候 這個禁犯王就想說 那七天之內呢 把他關在哪裡呢 關在房宮裡面 不要讓他出這個皇宮 關起來 其實很多人要出家的時候 都受到家人很多的限制 那我也有聽說過 有一些人出家的障礙很大 被鎖在那個房門裡面 用大鎖鎖起來 那第四項呢是夜半浴城 那他出家呢 他是時間的是在半夜 浴城就是翻越這個城牆 那時間呢 他是二月初八的深夜 這異說也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那在那天深夜呢 他突然聽到天人傳來 告訴他說你忘了宿願嗎 宿願是什麼呢 就是解脫你的生老病死啊 利益眾生啊 這些宿願 這時候呢 西達多太子呢 他就決定 他要出家去修道 那他要出家去修道 剛才講到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 遊士成門的時候看到眾生的苦 眾生的勞苦 眾生的病苦 眾生的死苦 如果沒有解脫 我們一直在苦當中 眾生一直在輪回苦當中 他自己也是在苦當中 所以他要解決這個苦 他升起這個大悲心 這個大悲心很強的時候呢 他就促成他出家 那這時候呢 他就把馬夫車內呢 請他把有一匹駿馬叫做劍智 他這個是一匹千里馬 很好的一個馬 那相傳呢 因為他在城內 晚上的城門都關注了 那他育城出去的時候 他相傳有得到 這有兩個說法 就是四天王 第一個是四天王 捧著四個馬蹄 然後育城出去 那第二個呢 是由四個夜叉 捧著四個馬蹄 然後呢 這個四天王 這個第四天等等 都來陪伴 然後呢 育城出家 那他在夜班育城的時候呢 他又發誓了 他發什麼事呢 不成正覺 不回迦彼羅位 也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成佛的話 他就不回他的國家 迦彼羅位過 他本來是個王子 以後可以當國王 但是為了修道 為了修行 這個修行不是為了自己 他除了解決自己 生老病死的苦 還解決 眾生 生老病死的苦 所以呢 他就發了這樣的一個誓願 那發了這個誓願之後 出去以後呢 育城出去以後 第五個呢 是深山斷法 這深山斷法呢 他為什麼深山斷法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深山斷法 其實跟這裡有關係啊 跟這個游四城門 因為他回憶起 他在四個城門的時候呢 看到清淨莊嚴的沙門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他自己 他意齊了清淨沙門 清淨沙門是剔除虛法的 所以呢 他就用自己帶短刀 然後呢 就把這個虛法剔除 那剔除虛法的時候呢 他又發了一個誓 怨斷我及眾生的煩惱障 還有業障 斷除這一些煩惱 所以他在做每一件事情呢 其實他都是發怨 而且這個發怨呢 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廣大的苦難眾生 那 這時候他就請 這個馬夫車尼呢 告訴清犯王 還有誰呢 還有他的姨母 摩赫波蛇波堤 還有他的妻子 耶穌陀羅 他把身上的寶物呢 交給這個車尼 那你回去告訴我的父王 我已經出家了 那 斷法之後呢 他就在雪山跟獵人呢 換這個袈裟 因為他在四城門看到的沙門呢 他是剔除虛法的 他是穿上 庄严的袈裟 那這時候他看到 有個獵人 穿了一件袈裟 他就把他皇宮裡面的 所穿的這個豪斧 這些衣服 珍貴的這些衣服呢 跟獵人呢 換這個袈裟 那獵人為什麼穿這個袈裟 因為 在森林裡面呢 很多的動物 他如果看到 穿袈裟的沙門 或是出家人 因為他知道 出家人是慈悲的 他不會去殺害眾生 所以呢 獵人呢 他就 穿著袈裟 比較容易去獵捕這些動物 好這時候呢 他用珍貴的衣服 就跟獵人呢 歡娶這個袈裟 然後 他剔除了虛法 然後在 穿上袈裟 他就 獵這個 威夷 莊嚴的比丘像 這時候 這個 出家像呢 就顯現出來了 那 斷法之後呢 他開始就要修行苦行 修行 他 因為他出家的目的 就是要透過修行 而達到生死的解脫 但是 修行有錯誤的方法 有正確的方法 這時候 他就 開始 修行 那一開始呢 他其實他是修 這個禪定 他修這個四禪八定 那修四禪八定呢 他想透過生定 而達到解脫 所以他修出禪二禪三禪四禪 修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想非非想出禪 跟幾個仙人呢 修這個禪定 但是修血禪定呢 同樣是沒有辦法 讓他達到解脫 因為 你修這個禪定 你可能會往生到 色界天 無色界天 去享受天樂 但是天樂享盡呢 終歸要 墮落 那 經過 這個 參訪之後呢 他又開始 修這個苦行 那他想說 透過修苦行呢 他可以 得到 生死的一個解脫 那我們如果看 他修行苦行的時間呢 他大概是六年 那 如果說從其他佛來看 不是每一尊佛 都跟釋迦摩尼佛一樣 修苦行 那 那個佛傳裡面也有提到說 為什麼修六年苦行 他跟他的過去本身有關係 那相傳西達多太子呢 在過去本身當中 他親慢三寶 惡業所致 所以注意 我們不要親慢三寶 不要親慢佛法身 有些居士 他看到三寶 他就誹謗 那果報呢 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 剛才提到說 每一尊佛 不是每一尊佛都有修苦行 那苦行呢 他不是修行的正道 那為什麼你會多走這一趟路 他這邊就提到說 因為他是親慢三寶的惡業所致 那剛才也有提到一個 過去的惡業 就是那個羅侯羅 他在那個母胎裡面六年也是一樣 他也是過去的惡業所致的 那這個苦行 他的修行的地點呢 他是在 呃 菩提加也 就是成道的菩提加亞的旁邊的 有一個地方叫做雪山 以前沒有去印度朝聖的時候 聽到那個雪山可能想說 那個地方應該很冷 應該很高 但是雪山其實他是一個小丘陵 那樹好像也有些地方也有點光凸凸的 那他這個修苦行的地方 他把它叫做龍洞 那裡面大概可以有六個人 六個人七個人可以蹲在裡面 他地方也沒有很大 那這個修苦行呢 因為他去到這個苦行嶺 雪山的苦行嶺修苦行 那那邊修苦行的人相當多 有人披這個樹皮 有人披這個草皮 有人躺在泥土裡 在荊棘裡面 那有人不吃飯 不睡覺 不說話 不洗澡 有的裸體 吃這個牛糞 狗糞 狗糞 經濟獨立 這個夏天曬太陽 這個冬天做冰 做這個冰塊 等等 修這些苦行 想說透過這些苦行呢 能夠達到解脫 那佛陀也一樣 他在這個雪山修苦行的時候 他也吃一麻一麥 這一麻一麥 這東西是非常少 一天吃一麻一麥 你看想想看 一顆芝麻 今天就吃一顆芝麻 所以這種苦行呢 讓西達多太子 身體也慢慢 越來越瘦 越來越虛弱 好 所以這個 在這個六年苦行當中 剛才提到說 佛夜半育成 然後出家 出家之後呢 他請車逆 馬夫車逆告訴 這個禁犯王 那禁犯王呢 因為他是 國王 他知道說 太子呢 要出家 所以他就派五個人 五個大臣 這五個大臣呢 其實這五個大臣 大體上都是 西達多的 那個親主裡面的人 有的是他的 堂弟 有一些是他的 父系跟母系的親主 那禁犯王呢 派五個大臣呢 去尋找這個太子 那太子呢 就跟這個五個大臣說 我如果沒有修道成功 我不會 那個回去 加皮羅衛國 那這五個大臣 想說 他沒有辦法回去交差 因為那個禁犯王 跟這個五個大臣說 你們如果沒有把他找回來 我看你們也不用回來了 所以他不得已 這五個人呢 就跟隨著太子修道 那 也就是說 西達多太子呢 在雪山苦行林的六年苦行當中 也有 這個五位大臣 這五位大臣呢 就是 之後的初轉法輪的 吳比丘 那 在六年苦行當中 他修四禪八定呢 等等很多的苦行 但是他發現說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的修苦行 他沒有辦法達到解脫 所以佛教呢 告訴我們說 佛教的修行 他是不苦不樂的宗道 這個宗道是什麼呢 緣起的宗道 這個宗道是什麼呢 八正道的宗道 那 西達多太子 他在 黃宮裡面呢 享受五欲樂 這個五欲樂 世間樂 極樂 沒辦法達到解脫 極苦的六年苦行 極苦也沒辦法達到解脫 他提悟到 應該要忠道而行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他就放棄了苦行 放棄了苦行呢 他就到 泥廉禪沙河呢 他先沐浴洗澡 因為苦行呢 沒有洗澡 這個 吃的很少 不吃飯等等 那 他提悟到苦行 非解脫之道 所以 他就碰到了 這個牧女 這牧女呢 他有可能是牧羊女 有可能是牧牛 然後 這時候呢 他接受 在課本裡面 有提到說 有兩位的牧女 一個叫難陀 一個叫波羅 供養乳迷 那乳迷呢 它是 這個奶粥的意思 他吃了這個奶粥之後呢 他就體力呢 就慢慢恢復了 我們會放一下 他就算了 一個奶粥 就是